雅歌第六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雅歌三章六到十一节 与主联合 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 并伤人各样香粉 熏的是谁呢 看那是所罗门的教 四围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手都持刀 善于征战 腰间配刀 防备夜间有金黄 所罗门王用篱笆嫩木 为自己制造一圣华教 教筑是用银座的 教地是用金座的 坐垫是紫色的 其中所铺的乃 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喜岸的众女子 你们出去观看 所罗门王 头戴冠冕 就是在她婚严的日子 心中喜乐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戴上的 这段经文的起头 应该是伴娘们 为婚礼的伴唱 那从旷野上来的人 指的是新娘 王为了举行婚礼 而迎接女子到城市来 烟筑 乳香 莫药熏染的排场 是王室迎接的场面 因着王的迎娶 女子离开先前 旷野漂流的生活 进入安息及荣耀之中 感谢主 神的救恩也是如此 让我们脱离 飘荡的生活 进入完全的安息 在此 我们看到王 不仅将女子 从飘荡的生活中带出来 又让她被乳香 莫药 以及各种香粉所熏染 以至全身散发出香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不仅救赎带领我们 祂也借着圣灵的工作 把耶稣的生命 彰显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身上 因着十字架的工作 而能彰显出 复活的美丽生命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 付上一切的代价 我们所要尽上的本分 就是顺服 顺服神一切的造作 以至基督荣美的生命 能在我们身上 散发出来 有趣的是 第六节提问的内容 是关于新娘 可是第七八节的回应 却是关于所罗门的事 这是要告诉我们 新娘是与王联合 当我们与耶稣联合在一起 祂的力量 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祂的得胜 就成为我们的得胜 祂一切的丰盛 都是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与神联合 就能享受数祂的一切 所罗门王利用黎巴嫩木 为自己制造了一圣华教 而这表示 神要在数祂的人身上做工 这一圣华教的旁边 有卫队护卫 表示我们一直都在受到保护 木头、金子、银 则是代表基督完全的人性 完全的神性 和救赎的大能 所以这段经文向我们预表 基督要用祂自己 来打扮祂的新娘 使祂毫无瑕疵 感谢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 一切都不是由于我们 完全是神自己做成的 祂把我们制造得如此荣美 可以归祂自己 主啊 感谢祢 使我脱离生命的旷野 能够进入祢的安息 我渴望天天连结在祢的里面 好能活出属祢的荣美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 阿们 主啊 你的本性就是有一切的丰盛 主啊 当我们在祢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一切的丰盛 主谢谢祢 我亲爱丰盛的主啊 谢谢祢是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而我们也住在基督的里面 因此我们靠着祢 我们就可以有丰盛 谢谢主耶稣赞美祢 是的 主耶稣 祢的丰盛是我们所看得到的 主啊 那不是虚无缥缈的 主啊 祢不是让我们领受不到的 主啊 乃是有形有体的加添给我们 主啊 我们就应证祢正如有形有体的加添给我们 我们就感谢赞美祢 主啊 是的 主 祢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 主啊 祢是使我们居住在祢基督的里面的 主啊 让我们与这些丰盛一同居住在祢的里面 让我们不是只是借助 而是居住 哈利路亚 主耶稣 谢谢祢 让我可以居住在祢的里面 主 因此我也得了那个丰盛 主赞美祢 因为祢乐意将祢的美好 将祢的丰盛向我们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 主耶稣 当我们住在祢的里面 我们就有满满的恩典和丰盛 哈利路亚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还倚靠谁呢 我们倚靠谁都是缺乏跟缺少 主啊 因为祢的本性就是丰盛 主啊 我们不管要求什么 我们就必得着 主耶稣 谢谢祢 使我们在这当中 有永远的丰盛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祢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